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说 我是你大哥 你是我兄弟的 我这有一主意 不用了 我怕了你的什么好主意了 结婚是要一男一女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事的双方点头 我到苏州下屁民 把你说成一恶哨 吃喝嫖赌 无恶不作 把那棍子给吓回去 人家一撤火 你这儿一摇头 干娘那也没辙 这行吗 当然行了 我罗着想这张嘴 能把此人说得 从棺材里出来唱歌 更何况一个 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 大少爷 行了行了行了 来 我请你吃饭赔罪好不好 走走走 走了 郁家大小姐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是什么地方 还真敢来 大家都是做买卖的 你借我还 好 郁大小姐既然这么有胆色 那我也不说什么废话了 这张银票 大小姐拿去吧 别急 这条件我还没说呢 你说 条件不多 到时候还不上钱的话 我只要郁家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这第一嘛 就是郁家的绣房 这第二 我就要大小姐的这双手 你 你说什么 我听闻大小姐曾在灵堂上说 要全家齐心协力 来还清欠款 可今天 我还什么都不要 就要大小姐这双手 我这是黑店 讲的是江湖的规矩 怎么样 大小姐 害怕了吧 好 咱们以言为定 你哪儿来的钱啊 娘 别问那么多了 武侠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哪儿来的钱 我知道 你是为了绣房 你是为了争这口气 郁家到现在这个地步 娘对不起你爹 娘再也撑不住这副担子了 娘 我答应过爹 一定要保住绣房 我知道你心里苦 娘已经为你想好了 我家是大户人家 我家大少爷 看上去也是个好人 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娘 我不想家 我不想离开娘 不想离开妹妹 我 我打算把这个老宅子卖了 把债都还了 带上你的两个妹妹 去赵叔的老家 到了那儿 我们会好好生活 我们都能自食其力 乡下日子简单 慢慢的 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嫁到霍家以后 心里想着我们就行了 娘 我不想嫁 我不想嫁到霍家去 我不去 娘也不愿意嫁过去啊 娘 你刚才说 谁要嫁到北平 芝兰 霍家提亲的花队 很快就要到我们家了 你姐姐无暇 为了我们家 要嫁给北平霍家的大少爷了 我怕你都会是 我怕你 我怕你 受罪了 你很大 我怕你 就去 我怕你 我怕你 我跟你说 我怕你 我要了 我怕你 我怕你 闹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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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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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要靠自己走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有机会就有生机 只要努力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而且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 真的吗 小四 真的不想 我会永远在后面支持你 土地爷爷 有机会就有生机 你说 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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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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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夫人 这位就是货家来下定的罗先生 夫人 夫人好 罗先生你请坐吧 请 这位就是货家来下定的罗先生 有劳罗先生亲自跑这一趟 不过 怎么 夫人嫌我们财力少 不是这个意思 我考虑再三 决定 退了这名亲事 夫人 您不会使他开玩笑吧 不 我没有开玩笑 吴侠实在太可怜了 我们就是卖房子卖地 也不能卖姑娘啊 是啊 我愿意 吴侠 她 这门亲事 我答应了 吴侠 这位先生 谢谢你专程跑一趟 我愿意嫁给霍少爷 我可怜的女儿 可怜的女儿 我愿意嫁给霍少爷 娘 我真心实意地愿意嫁给她 我愿意嫁 不想 二姐 二姐 怎么 郁佳这么大个喜事 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祝贺大小姐 嫁得好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击败您 没按什么好心 大小姐 还认识我吗 要走了 你欠我们的债 你们 你们这些人太卑鄙了 你们都是一伙的 大小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 整个苏州城啊 胡都统就占了一半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大小姐的手好漂亮啊 可惜 可惜啊 几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胡都统 有点不合适吧 哪儿穿出来的耗子啊 多管闲事 逼人姓罗 罗志乡 霍家大少爷 霍东青的拜把兄弟 胡都东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还望赏个脸吃块西米 你少拿北平货家来压我 我是个大老粗 没钱 就拿秀房还 是啊 我看谁敢倒退 别打了 我欲无瑕是讲信用的人 我曾在我爹灵堂上发过誓 我就算秀到死 也会把钱还上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明天来我们家 我一定还给你们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我恨死云无瑕 我恨死你了 你夺走了我爹 夺走了我最爱的东西 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恨死你了 我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我恨死云无瑕 云无瑕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二兄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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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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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你饶了我吗 别拿 大爷 饶了我吗 我说过 这女人不能欺负 女人的手也不能碰 四爷 还想要郁家大小姐的双手吗 不要了 不敢了 不敢了 饶命啊 接着打 饶命啊 我的小宝贝 吓死我了 谁 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谁啊 你 你干什么你啊 胡组统 姓胡的 还记得我吗 你是 你是 睁开你的勾眼好好看看 我是谁 你是我罗兄弟啊 罗爷爷 你是我罗爷爷 听说你老婆大肚子了 怪不得你不老实 跑到这风流快 罗爷爷 求求你别告诉我老婆 别告诉我老婆啊 我听说你这个都统宝座 全靠你老婆在座上的 你既然这么怕老婆 还敢跑到这儿逍遥 如果这几张照片 到了尊夫人手里 我不知道你这个都统的宝座 还能不能保得住 罗爷爷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啊 那没事 我就先走了 辛苦小妹了 你听好了 现在郁家和霍家联姻了 郁家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 如果你带到郁家去捣乱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我明白 我明白 明白就好 对了 读董当然白天没有赏脸 吃我给的喜饼 现在一定饿了吧 赶紧吃吧 快点吃 好 我马上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罗爷爷 别告诉我老婆 那就聪明点 钱你也拿到了 想要的也都给你了 何必跟自己过意不去呢 好好好 多吃光 我一定会那东西 死我了 真的是 孩儿 竟然地址 有事都让你 stays 透支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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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大秀才 一手好字 来来来 快些喜天 都是好极的诚意 老板 你说谁家嫁女儿 你没看见赵管家刚走吗 玉府 玉府的小姐就快出嫁了 嫁到北平货家 老板 玉家有三个女儿呢 你说哪一个 是她家老大 大小姐 没听说过先嫁老二的 小四 跑这么着急干什么 玉家 这样吧 我们去小河边 我正好 有事情要告诉你 我才刚要去找你 你就来了 乌侠 听说你要走是吗 你要去北平 怎么那么突然呢 乌侠 你都没见过那个人 你怎么能嫁给一个 没有见过面的人呢 乌侠你告诉我 你爱那个人吗 乌侠不懂得什么是爱 我连那个人的面 都没有见过 那你为什么就愿意啊 我的意愿并不重要 很多事情 自己都不能决定 不过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是你鼓励了我 我 我怎么鼓励你了 乌侠我说什么了 你别听我说 我那都是瞎说的 乌侠 那天你告诉我 要做新女性 乌侠新女性 新女性不是这样的 新女性是 是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女性 是是自强的 是是勇敢的新女性 人有的时候 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但是却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 如果我这么做 能让我娘 我妹妹 我的家人 都平平安安的 那我就是勇敢的新女性 乌侠 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你这叫出卖自己 出卖 我不认为这是出卖 是牺牲 小四 你曾经说过 无论我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支持我的 对吗 你这就会了 他在时代 你这个 我都会打 我都会比较 你呢 你呢 我都会急 我都会 seeing你 你呢 你呢 我都会想了 有什么事 我都会想了 我都会觉得 这就是 你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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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